呦好奇妙 為什麼我不能吃這醣鹽洋藥 大家好我是小哈 今天又來開箱就是自己想像不到 或者是比較不好想像味道的零食 那我又到超市或超商買了三款零食 一樣呢要幫大家來採雷 其實也是幫自己採雷啦 看會不會炸的遍體力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樣商品是什麼囉 第一款我想要從比較溫和的一點排 叫酸八Mujo平牽羊芋片 蘋果口味 這應該看起來蠻溫和了吧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開看囉 它打開來有一股那種蘋果牛奶的味道 先試試看吧 吃起來有點酸酸的感覺 不是很酸的那種 非常有醋耶 它是水果醋的洋芋片 然後後面還有寫它的歷史 就是卡拉姆酒的姊妹品牌叫酸八Mujo 它是1993年在日本誕生 它就是正宗酸味薯片 所以它其實吃到酸味是還蠻正常的 如果你想跳脫那種鹹味啊 辣味的洋芋片的話 想吃一點那種帶點酸味的洋芋片 那我覺得你可以嘗試看看 第二樣又是洋芋片 就是這個 樂士跟胡鬚張聯名的洋芋片 它是滷肉飯口味 一樣啊我們就先來打開它囉 但我本來以為啊 打開會有那種很重的滷肉飯味道 像剛剛那個酸八Mujo 會有一股蘋果牛奶的香氣 或蘋果香出來 還有上次拍什麼烤香腸 打開就有那種香腸味 那這個胡鬚張打開來啊 那很用力氣才有 牛排口味洋芋片的味道出來 這幹嘛跟胡鬚張聯名啊 它其實跟牛排口味的很像耶 吃進去之後也是 這是不是在偷懶啊 沒有什麼特別 唯一特別就是 它有折掉去來上面吧 這是唯一的特別嗎 就是一般的洋芋片吧 不就像像樣樣 鹹甜都介紹完了 我就特別買了一個辣的口味 那就是這個 Tabasco風味辣雞爆米花 其實我在賣場看它已經看很久了 那好幾次都想要介紹它 這次呢就藉由這個主題 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包裝打開啊 有雞汁的味道 然後它這邊有寫 甜度兩顆心 有沒有很甜 但是吃得到一點甜味 辣度三顆心 嗯剛剛辣度真的是大於甜味 但是呢也沒有到很辣啦 就小辣而已 就平常不吃辣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辣度 脆度這邊它寫五顆心 沒有很脆 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脆 就是脆中帶軟的那一種 可能我覺得應該放在架上太久了吧 很酷欸 就很像在吃雞汁口味的東西 意外的刷 很像是鹹甜口味的爆米花 帶點辣度 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的開箱成果 真的覺得不要購買 就是中間這一包滷肉飯口味 真的覺得 我吃一般的 像什麼牛排口味就好啦 買那種滷肉飯根本沒有差別啊 那這個酸巴姆酒呢 我覺得想要吃那種酸感的洋麵片 真的可以嘗試看看 那塔巴斯口呢 就是那種鹹甜爆米花帶點辣味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購買看看囉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高達粉絲跟按讚 掰掰